- Let's go past people 你覺得這群人對你來說是什麼 我覺得這群人對我來說是 第二個家 像家人吧 可以並肩作戰的那種家人 歸屬 安全感 工作 歡笑還有類似 一開始把它當工作 久而久之 像是家人 很難嗎 就大家啊 就是我們啊 我們是群人 我們追求夢想的一個指標 你覺得成為這群人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開心 我從來沒有後悔過做這件事 有的時候會很開心 有的時候會很不開心 當然是非常開心 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當然一定是很開心 覺得這群人就像我們的小孩 我們沒有想到我們的小孩 被大眾喜歡跟接受 而且人家覺得我們的小孩 帶給社會極大的正能量 是開心的事情啊 很難可以找到 真的真的是 一起工作的好多女 非常的幸運 加入這群人 是讓我改變蠻多 要為自己發聲 這是這群人教我的 那這10年來有 曾經遇過什麼辛苦的時候 狗童跟磨合 這個一定是在前面最辛苦的 那個辛苦的層面 已經不完全是工作狀態上 是一個心靈跟工作狀態上 跟你想要完美的這種 很錯綜複雜的感覺 辛苦使用 沒有啦 我覺得是過程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原來我曾經那麼勇敢 因為我被分配到是 美術這個工作 辛苦嘛 其實也沒有說到非常辛苦 因為董仔總是 呃 他每次都會問我說 欸你有沒有什麼要幫忙 我可以幫你 董仔他那一句說 要不要幫忙 或者是留下來陪我 那其實就是一種 呃 很溫暖的 陪伴跟鼓勵這樣 那你有曾經覺得 這些年來有做過 對不起團員的一件事情 就應該是 拍 這是我的時候 必小心 誤刪了檔案 很難想像對不對 這是我一個MV 大概200萬的MV 就這樣被我delete掉 沒有備份 我那時候心理想什麼 你知道嗎 前面有一個窗戶 打開的 我想說我跳下去是好 為什麼可以這麼對不起大家 我蠻想跟全部的團員道歉 因為我曾經都很嚴厲的 對待他們每個人 然後也講了很多 講了也不會有幫助的話 如果我們要求別人 要成為我們的時候 那還需要我們幹嘛 所以我還蠻感謝 這10年來的這個平衡 我覺得這個平衡一直很完美 所以我就 完美要進步 就這樣 你聽過的方式 有面臨過打斃的位置嗎 因為我自己不管做什麼事 我都會設想說 最慘的狀況 就是因為展榮 他是想要做 超瞎翻唱 然後弄完之後就 支出了一個很龐大的金額 造成了一種 我們的花費 在那一個階段 極速增加 那個時候也沒有想說 要欠外面人的錢 所以就 出去完之後 然後下個月就發現 公司沒有錢了 就周轉不靈 我們就說 我們公司好像要倒了 就會有個狀況就是 繳不出員工薪水 繳不出房租 付不出款項的一個狀況 大致上是這樣 反正就是 拍了超瞎翻唱之後 然後就倒閉了 然後因為也沒有商案進來 然後因為也沒有商案進來 那時候接案就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其實 YouTube還沒有這麼的穩定 談智路也不是 然後你要做一個廣告 可能又會被罵 那我們就卡在一個自己的圈圈裡 我自己比較樂觀 我就是覺得 反正我們 錢在賺就有啦 我們就是想辦法把錢賺回來 付出才會有得到 托物裡面 又去學習了一個新的事情 當下是蠻樂觀面對的 我覺得群人很驕傲的地方 是我們打破所有很多先例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感到很驕傲 我們創造了很多不可能 你有最印象深刻的負評 負面的新聞 有真的讓你覺得 軸心或者是很印象深刻 一定是對於自己啊 其實我覺得就跟我 寫那個短片一模一樣的意思 應該說資訊媒體這個年代 我們第一次走 YouTube的這個職業 所以我們拍的每一個影片 都要赤裸裸的 被觀眾攤在面前 用留言來講 有一次的批評是 我記得是私生活的企劃 有一個人他就說 我不懂石頭憑什麼 在這群人裡面 公司希望我們把作品做好 那作品會說話 我們有時候不用太跟別人解釋 其實對於我來講 很受傷的原因就是 做幕後 就等於我沒有被看到 但不被看到 就等於沒價值嗎 好像對於某些人的心中 真的有貼上這種 莫名的表情 目前跟幕後 我覺得他們的價值都是很相等的 因為沒有好的幕後 你怎麼會有好的幕前 這兩個都是相輔相成的 曾經被影響的時候 心裡面就會想說 好累喔 感覺不要拍了 曾經也有想過就是 好像怎麼做都沒有辦法滿足 每一個人 後來就要漸漸釋懷這件事情 是說 反正我們就沒有辦法滿足每一個人 對啊 那群人是不是有曾經腦部門 或者是有結殘危機 真的假的 有這件事喔 為什麼沒有感覺 真的是會拍到養老院 每一次都會有一個階段 會想說 要不要大家先休息一下 大家在找出 自己可以再往前的路 但是我們還是一起的 我覺得我們團隊就是這樣 大家互相體諒 不被這些外在的言語所影響 你們有一個群組 然後只有你們七個人 然後叫做暗黑這群人 會有一個暗黑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個等於說就是 是我們在那邊穿 當你們男生的低潮用啦 有時候會講一些壞話啊 然後如果新聞寫一些 我們不實的那種很不好聽的 我們就在裡面 馬 就是取暖的地方 所以那個群組拿來講一些幹話的 但是認真工作的是有啊 而且我覺得很常 我要抱怨 很常都馬上說我在講話都沒有人回 好不好 每次我講話的時候 好只有兩個人回 然後另外那四個就會認為 喔 我們這樣也算是有回 一度等於有回 哇這應該到很多人的點吧 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吊軌 因為他還是每個禮拜都在上 你最常離開那個群組 欸好像真的是我跟你說 真的 兩次的紀錄 應該沒有人這樣了 他是我們群組裡面齁 離開最多次的一位 然後被加回來的最多次的一位 公司剛開好像講到一些經濟方面的問題 然後我跟展瑞就是一言不合 然後你一句我一句 然後開始上 然後情緒來了 講話都不好聽 然後就被尼克給一個一個退出群組 然後我講到一半我被退出群組 我那 我要加回去 我要加回去 我要繼續講 然後我就是加不回去 有一次好像是展榮 有一次是尼克 那他們會去幫我們去溝通 然後會去聽我們的意見 想一想 也只是大家都是為了東西好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為了自己好 鼓勵大家如果是個團隊的話 只有你身邊的人 才會告訴你的缺點在哪 只有愛你的人 才會告訴你說你應該檢討哪裡 不然你出去會死得很慘 你要珍惜會告訴你這些事情的朋友 還要跟展榮講一段話 展榮就加油 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要一起共識 在這個共同共識的一個時間內 雙方我們都要保持當部的那個初心 不要忘記對創作的熱情 不要被自己的框架所捆綁住 有時候我們放開這一切 丟開這些框架 我們會產出更優質的內容 我覺得展榮很辛苦 因為一開始都是他自己做 然後他可能有很多的壓力 但他不會跟我們說 像我從來不知道他有憂鬱症過 是後來聊天的時候他才有開玩笑的說 然後我真的要對展榮說你辛苦了 我也知道你有的時候你自己的壓力很大 然後你又要顧我們的想法 你要顧你自己的想法 有時候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不一定都有去做到 所以謝謝展榮 因為其實沒有展榮就真的沒有這群人 總之我覺得展榮是個非常棒的 男生男孩團長伙伴朋友 我好像沒有跟他講過吧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得到展榮的認可 就不是吧 即使大家都說很棒 我都覺得那只是大家所看到 因為我希望我的棒是展榮可以親口跟我說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好像場景佈置完 然後那時候展榮就坐在沙發旁邊 他就不經意的說出說 你這場景你真是用的還不錯耶 當下我的心 開心到不行 其實他的每一句話都牽動的我 包含現在不管做什麼事 只要他的一句話 我都會使命大成 雖然我們相遇恨晚 但是我們還是一起堅持到這邊到現在 然後謝謝你永遠不嫌棄我的笨 然後也謝謝你的那一次稱讚 真的是開啟我的另外一條路 因為我以為我不行 但是是你讓我看見我不同的可能性 其實我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把他當團長 我一直把他當成一個是我很敬重的哥哥 雖然紛爭難免會有 但是有的時候我也想跟他講說他辛苦了 因為他一直以來都很訝異 說真的他不像我那麼做自己 他自己有跟我坦誠過說 他好像有些時候比較緊 但我覺得他會緊是因為他有一個大哥的包袱 印象中有一次我們去一個酒吧喝酒 然後他就突然間說 我覺得我最近不知道怎麼了 我想要跟大家說我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其實當下我就直接覺得說 很開心你講出來了 你願意講出來 你願意在我們面前坦誠你自己 後來團員們也理解他的壓力之後 又更能夠去體諒他身為一個團長 這樣那種你辛苦了 謝謝你體諒我就是常常這麼任性 一直覺得他未來是一個會成就某些東西的成功人士 他是一個團長他背負責任很重 所以他那一陣子得憂鬱症我也覺得說 他不善於像我一樣 我可能很常講出自己心裡的話 但是他讓人比較心疼的是 我覺得他比較 就是我會比較心疼 不善於講出自己心裡想法的人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說 原來他背負的壓力其實蠻大的 然後就會覺得 要來坐到他那個位置其實很不容易 很感謝他沒有放棄過我 在我很不懂事的時候 一直提點我然後給我力量這樣子 那其實這群人前面 他一直很辛苦的一直一個人撐下來 然後我們 我其實就與我現在十年後的這個角色 我在前四年的時候 我應該要去分擔他的工作 但我沒有我太笨了 我那時候太太不懂事了 我就放他一個人然後搞得快憂鬱症了 他就快不行了這樣 他就一個人簡便 然後用社群上片 然後一個人想腳本 然後有的沒的 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他講說 展榮真的辛苦你了 我真的很謝謝你 帶領的我們 帶領的這群人到現在 未來還是群人不能沒有你 我自己是 懷抱了一個很感人的心在面對他 這是我想要跟展榮講的話 我覺得我今天是很不應該的 你覺得再讓你選一次 你還會是這些人去組成這群人嗎 我說過了 我的答案永遠不會變 真的就是這些人了 不會變 除非你們先放棄我 不然我其實不會放棄任何一個人 這是我曾經對董仔說過的話 我說什麼叫做團員 團員是不會被放棄的 什麼叫家人 家人是不會被放棄的 除非你們自己有一些計畫在告訴我 就是我也不會叫你們走開 其實我從以前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就說過我其實很像玩團體生活 找到七個人不容易 然後七個人願意聽你說話更不容易 我老實說我有很多很多的缺點 然後大家都還是願意就是 聽我說話 我真的每一次訪問我都說 我覺得這是 上天送我最棒的禮物 可以擁有你們這六位很棒的團員